農社屋頂裝上一塊塊太陽能板 只是一切大功告成才發現 拿不到實用執照根本是百忙一場 能源局推廣綠能節能減碳 宜蘭縣許多農民聽從建議 在農社屋頂加裝太陽能板 不僅能夠自給自足 還可以向台電買點賺錢 這麼好康的事情 越來越多人申請加裝 等進一步送縣府審查 卻被農業處認定農地為農用 無法取得設備登記 裝設太陽能板要4到7萬元 農民砸大錢裝設卻卡在最後一關 而類似情況多達26件 農民質疑縣政府鼓勵裝設太陽能板之前 怎麼沒有完整的培討措施 能源局鼓勵加裝農業處規定 農地農用兩邊出現衝突 縣政府目前向中央提案 判擬定更明確的規範 針對這一個部分 還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來讓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只是太陽能板已經裝了 農民只能看不能用 暫時擱置在那相當無奈 TVBS新聞 解答神蔡馨瑜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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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